河南有一位160岁得道高僧 生前留下神秘意言 如果自己离世后三年肉身不腐 那就证明自己单道大成 语化成千 但没想到的是 竟有人提前打开了他的墓室 然而这一举动 却意外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 本期探长就带你一探究竟 视频内容均来自于网络传说 还请大家理性观看 在河南安阳的林泉寺 曾住着一位佛道双修的高人 名叫吴云青 而他主要修炼的就是道教的内丹法门 九转还丹宫 后来又兼修佛法 在林泉寺担任了方丈一职 1998年吴云青元祭 弟子们按照老人的遗愿 将其下葬到了一口大缸中 而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坐缸 它是高僧元祭后的一种特殊的下葬仪式 这种仪式分为坐缸 风缸开缸三个步骤 特别是在最后的开缸环节 如果打开之后 缸内的僧人颜面如初 肉身不腐 那么后人就可以为他重塑今生 成为肉身佛 在弟子们为老人下葬的当天 附近的很多村民也纷纷赶来帮忙 于是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一般人离世后 这身体就会变得格外僵硬 可是吴云青的遗体 在被众人抬起来行走时 却一颤一颤的十分有弹性 这下周围的老百姓 看热闹的劲就更大了 而且当时还是炎热的夏天 遗体在没有任何江湾保护的情况下 会散发出腐烂的气味 但据当时在场的人说 吴老身上并没有任何腐烂异常的味道 而这种现象也被当地老百姓 穿得是越来越玄乎 纷纷都说 这位吴长老已经修炼成千 飞到天上去了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 这种舆论在当地也掀起了满城风雨 也让时任林泉寺文物保护所所长的郭一田 每日都忧忧忧忧忧 恍恍不安 后来考虑到当时天气寒冷 如果开关不成功 也不会有太大气味 于是就和大家商量 决定提前开关 可又怕白天去惊扰到附近的村民 于是只好选择在网上开工 2000年12月24日夜晚 几个神秘身影 悄悄地出现在了河南宝山林泉寺内 在经过一番忙碌之后 终于打开了这座埋葬不到三年的坟墓 然而等待棺谷一打开 里面的场景瞬间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160岁得到高僧 作画三年后开钢肉身不服 难道他真的是修炼了某种金丹大道吗 视频内容竟来自于网络传说 未经科学证实 还请大家理性观看 被密封了两年多的石墙 被人缓缓移开后 无印清的做官就这样呈现在众人面前 而就在开关的时候 工作人员害怕腐烂气味太大 还特意只在钢上开了一个小口 但出乎意料的是 这里面竟然什么意味都没有 于是工作人员开始大胆地将钢口全部打开 也就是这么一个举动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瞬间不淡定了 只见无印清的肤色身中透红 周身完好 头发还有淡淡的银色光泽 难道这位吴长老的预言 竟然真的应验了吗 在缸内保持打坐两年的遗体 竟然没有一点腐烂的迹象 随后大家又将遗体从缸内取出 这下更离奇的事发生了 工作人员发现在触碰遗体的时候 无印清的全身竟然都是软的 肌肉也富有弹性 长老下葬时脚上穿了一双鞋子 有人将鞋子脱掉后 发现这脚还是白亮亮的 就这样大家把这具栩栩如生的尸体 抬了上来 并按照长老原本打坐的姿势 摆放好 并展现在了村民面前 而无印清生前预言应验的消息 迅速传遍了当地人的耳中 这十里八乡的村民们 都纷纷赶来瞻仰这具肉身佛 后来无印清长老的肉身 还被专门请入了一尊 造价五十万的水晶观中进行保护 但是当媒体将这个事件 报道出来以后 160岁的老人下葬三年后 竟然肉身不服 这个话题立刻就引起了多方质疑 有人就认为这是一场骗局 这尸体肯定是经过防护处理的 就连很多专家和教授也直言 站在科学的立场上 如果尸体没有经过处理 是不可能发生这种现象的 最后破约舆议压力 这新上任的所长 不得不同意对遗体 做一个全面检测 乌招拉的遗体 被放进了一个玻璃罩内 专家首先怀疑的是里面的香草味 和一些其他异味有问题 但是对气体鉴定结束之后 却发现 这些味道只是玻璃罩内的章目发出来的 后来专家们仍不死心 又对尸体的皮肤组织进行检测 结果却发现在吴云青的身体中 只有纤维性的结体组织 已经没有任何细胞成分了 那就说明 它确实是自然干燥而成 难道吴长老的遗体 真的没有经过任何特殊处理吗 随后有些人又提出了另一个质疑 那会不会是吴长老 掌握了什么防腐技术呢 就在这时 吴云青的弟子苏华人 向专家提供了一个更爆炸的消息 而这竟意外揭开了 道家最神秘的修炼秘书 160岁佛道双修的高人 到底有什么神奇功法呢 在作画三年后 开纲肉身不服 难道传说中的金丹秘书是真的存在吗 视频内容均来自于网络传说 还请大家理性观看 专家从苏华人的口中了解到 原来吴云青早就知道了自己死亡时间 于是在临终之前 就带了弟子苏华人闭关清修了起来 这前半个月 吴云青就不再吃任何东西了 只是喝点水来维持基本的身体需要 在之后的半个月 更是连水都不喝了 但这个消息却让专家们感到不可置信 因为按常理来说 这正常人不吃不喝 三到七天就会出现功能衰竭 这15天都不吃不喝 简直不符合科学 不过虽然他从科学角度上来看 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但这个方法在道家却是有明确说法的 而且这还是道家养生术中 真正的壁骨之法 他们认为当修道者 可以彻底打开身体的能量通道以后 就可以吸收天地之气 用来补充自己的能量 而吴云青应该正是用了道家养生术 在生前将自己的体内的杂质 通过这种方法全部清理干净 使得身体达到一种全然脱水的状态 之后又在缸底铺上灰渣 吸收缸内的水分 再点燃油灯消耗缸内的氧气 那这种情况下 就很难滋生出细菌和微生物 那这样一来的话 一句不服的肉身就这样完成了 但这种方法 其实在现实中很难做到 有些地方依旧是不符合科学 不过除了这个解释 似乎已经没有更好的答案了 而在回答了肉身不服的问题后 又有人对吴云青的年龄提出了质疑 难道他真的有160岁吗 其实这个问题 让专家们也比较为难 因为古灵鉴定法 对于大部分的老人 几乎是没有什么用的 如果按照以往的媒体资料判断 上面的很多内容 多少都经过人为的夸张 后来为了弄清吴老的真实年龄 记者先后在当地探访了五次 发现这里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说 在自己的记忆中 吴云青一直都是个小老头子的样子 其中一名叫佐望夜的老人说 他年轻时 第一次见到吴老时 对方是个七八十岁的白胡子老道 后来自己也都八十岁了 而吴老却反而活得越来越精神 和当年的模样也差不多 甚至还有一些老人称 自己小时候还摸过吴云青的胡子 更为奇怪的是 每当有人询问吴老的年纪时 他的回答都是四十到七十岁 后来记者们根据调查的结果 推测吴云青至少有一百岁高龄 那至于到底有没有一百六十岁 就不确定了 在他生前也曾编过这样一首诗 来打趣自己 人口普查 吴云青四十岁时出了名 当年曾是百岁人 如今越活越年轻 或许在这位老人的幽默中 已经透露了一点天机吧 好了本期的视频 今天就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我们下期再见